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唯独周深的介绍严谨一嗨 只有歌手人间破壁机这两个称号 当时和有点想不通 为什么区别那么大呢 以及当中的含义 现在看来这一切突然就解释得通了 果然标题越短 事情就越重要 创四播出没多久 号称破壁机的周深破了很多次元币 而这次竟然破到国外去了 成为冲出国际的选手 近日一则创四学员安迪与周深神仙合唱出圈 两人合唱了几句乌克兰语歌曲合流 其婉转动听的歌声与标准的乌克兰语 获得了外国一片赞场 纷纷感叹道 唱歌比国内的艺人还好听 没有口音 纯粹的乌克兰语 天使在唱歌 言语之中无不表达对周深动听歌声的喜爱 以及为纯正的乌克兰语震惊 很快这首合唱迅速出圈获得了原唱女歌手的转载 并且引起了官媒的注意 先后被乌克兰共青团《真理报》和电视台报道 果然音乐就是国际交流最好的通行证之一 其报道内容大致为周深在中国真人秀节目《创造营2021》当中 应学员要求与来自于乌克兰的歌手安迪 共同演唱了歌曲 还介绍了周深的求学经历 在读书的时候就掌握了乌克兰语与俄语 并且概括了周深出道经历 在《中国好声音》出道 曾经参加歌手当大之年 掌握了用不同的音色演唱歌曲的技能 而且尤为擅长模仿声音 还曾经获得MTV欧洲音乐奖 《大中华区最受欢迎》艺人奖 这是乌克兰歌曲首次在节目上亮相 不仅有新闻报道 这段舞台表演在海外的TikTok上面也是小有热度的 截至3月4号播放量超过了57.35万 点赞数超过了11.15万 早前在经典永流传当中 演唱的另一首乌克兰名歌《赫》 深情婉转的歌声非常受欢迎 播放量高达了21.65万 点赞超过了2.72万 由此可见其影响力非常的广泛 可谓是深受到外网的认可 除了歌声动听之外 外媒如此震惊的原因 还有一点就是乌克兰人 并非全都会说乌克兰语 因为接壤的国家较多 导致语言系统较为混乱 而这样一首乌克兰语 竟然被一名中国歌手演绎的 如此的完美 几乎是听不出任何口音 感触自然也就非常深了 对此呢 网友也调侃到 一带一路隐形宣传大事 不愧是人间破壁机 国界都给你给破了 俄的预捕先知 俄厂才是此次的最大赢家吧 国际化路线走得太正确了 不费一分一毫 就获得了免费的宣传 走出了国门 无形当中开拓了国外市场 据悉周深高考实际之后呢 便前往到乌克兰留学 一开始他所学的专业是医学 但是学了一年之后 感觉坚持不下去了 所以呢便转学学了音乐 在国外待的那段时间 掌握了多门的语言 当时在乌克兰留学的时候 因为必须要学会当地的语言 便花了一年的时间 学会了乌克兰语 结果呢 周围的同学又讲的是俄语 好不容易俄语也能够听懂了 又发现老师还说波兰语 所以迫不得已呢 就学会了多种语言 而现如今啊 周深所掌握的外语种类 已经非常多了 包括中文 英文 乌克兰语 俄语 波兰语 意大利语等等 可以做到日常的交流 还唱过十几种的语言歌曲 甚至连各种语言方圆 剧种也不在话下 譬如客家话 闽南语 苏装方言 粤语等等 囊括了流行 美声 细腔等多种歌曲的风格 可谓是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 永远无法想象 这个小小的身体当中 竟然隐藏着这般巨大的能量 除此之外呢 其歌声也不容小觑 靠着实力出圈 不仅音色得天独厚 又语言天赋 还熟悉多种唱法 更难得的是 他还在不断的尝试 将各种唱法融合在一起 产生更加强烈的化学反应 无论是经验众人大于 还是达拉崩巴的多声线的切换 无不让人钦佩 集团地位 不仅业务技能出众 能够传授许多专业技能 其外语交际能力 也是相当出色的 小逼内语 已经很少艺人 可以做到像他这般 精通多种语言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 兵分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